有没有人跟我一样,费劲罢了找资源,等半天下载好Win11的ISO文件,好不容易点开安装,结果直接弹出这台电脑当前不满足Windows11系统要求,该电脑必须支持TPM2.0,该电脑必须支持安全启动,那一刻真的想砸键盘。 其实根本不用白忙活,今天这个视频就教你,用软件和命令提前查看电脑知不支持这俩功能,安装前先闭坑,赶快跟我一起学习吧。 大家好,在你升级你的Windows系统到Windows11的时候,有可能会遇到这个界面,那这个界面就说明你的电脑硬件不支持Windows11的最低的要求,那就是支持TPM2.0和安全启动。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你下载并安装Windows11之前,就通过软件或者命令行来知道你这个电脑是否支持TPM2.0和安全启动选项呢? 那当然是可以的,那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该如何操作。 如果想知道你的电脑是否支持TPM2.0,我们可以这样操作,在Windows的搜索框里输入Run这个命令,点击运行,就打开了运行对话框。 我们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命令TPM.MSC,点击确定,就打开了这个窗口。 那在这个窗口里边,左边有一个选项叫本机计算机上的TPM管理。 那他说找不到兼容的TPM,因为我是在虚拟机里面设置的,我把TPM的选项给他关闭掉了,所以他找不到。 那这样就说明我们这个机器是不支持TPM。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命令行来查看你的电脑是否支持TPM。 我们在Windows的搜索框里面输入PowerShell,右键单击Windows PowerShell,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,来打开这个Windows PowerShell窗口。 我们在PowerShell里面输入命令Gate 横线TPM。 回车,他就列出了跟TPM相关的一些信息。 TPM Present是False,TPM Ready是False,Enable的False,Activity的False。 说明你的计算机是不支持TPM的。 如果我们想查看一下,我们的计算机是不是支持安全启动,我们可以这样操作。 我们在搜索栏里输入CMD,点击命令提示符,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。 我们在命令行里边输入命令MS-INFR2,回车,就打开了这个系统信息的窗口。 我们点击左边的系统摘要,在右边我们看这项安全启动状态,它显示不支持。 那说明我这个计算机当前是不支持安全启动。 因为我这个计算机是一个Windows或者Coprobox虚拟机。 所以我可以通过修改配置,来让我这台计算机支持TPM2.0和安全启动。 那现在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修改虚拟机的配置,然后再用这些命令,看看这个TPM和安全启动的状态都是什么样的。 那第一步我们先点击开始,点击电源,点击关机,把这台虚拟机关闭。 我们选择一下我们这个虚拟机,然后点击设置,打开这个虚拟机的设置窗口。 点击左边的系统菜单,右边这儿有一个TPM模块,我们选择一下V2.0。 然后下边有一个启用Secure Boot的安全启动,我们选择这个checkbox。 那这样我们这个虚拟机就支持TPM2.0和安全启动了。 点击确定,然后我们再启动这个虚拟机。 现在我们再在PowerShell里边,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下该的TPM命令,大家看这些值都已经变成True了。 我们再在命令提示服窗口里边运行一下MS-Infer32,打开了系统信息的窗口,左边选择系统摘要,右边我们看安全启动状态,显示启用了。 那现在我们这台计算机就完全符合Windows11的应点要求,就可以安装Windows11操作系统。 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,若感兴趣,欢迎订阅付费专居成为会员,解锁更多Windows深度知识,实用技巧和独家经验。 谢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